今年的向脚赛制不同于往年 是采用了新的赛制 分为常规赛和季后赛 常规赛14个队需要打26轮比赛 然后进行取前6名进行最后的季后赛 季后赛是采用淘汰制 向脚改成线的这种赛制 当然比赛的时间给我们的非常短了 但是应该说比赛的强度 就竞争激烈程度 客观说还是增强了 向脚一直都在改 从第一届比赛开始 那是14年 我记得应该有改了好几次 重大的改革应该有好几次 关于赛制 它是分常规赛跟季后赛 然后队员也是一名一名的上场 这样每一名队员的上场的压力会大一些 我觉得首先这个改制应该是好事 顺应一个咱们说互联网时代的这样一个潮流 我觉得骑手应该说是适应这个赛制 是重新去定位自己的实力 原来可能曼琪觉得是很好的 时间就是缩短了以后 要求自己的骑速加快 这些都要自己去适应 以前的这个是一个小时 每步加30秒 现在改到20分钟 每步只加5秒 就是大大的就是缩减了 这个比赛的每局期的这个时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 今天是由我跟我的师弟董子仲大师 一起为大家讲解 2016天天象棋 男子甲鸡联赛的对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带来的是 广东碧桂园队的许云川老师 先生杭州相机协会的黄学谦大师 许云川老师大家都很熟悉了 对 这盘棋呢也是一个非常 就是虽然说棋比较短平快 但是实际上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让我们大家来学习一下 对 蕴含着很多的战术思想 对 然后双方呢 是以飞向开局 飞向对左中炮 左中炮 飞向现在这个布局变化 比较流行在高寿里面 对 目前来讲 不管是联赛还是全国性的大赛 飞向呢也俨然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变化 对 左中炮也是针锋相对 对 黄学谦大师呢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他呢是在 是一个香港选手 而且呢他在香港拿过两届个人赛的 个人的冠军 同时呢他在世界锦标赛上呢 也是获得过前六名的好成绩 对 也是颇具实力的一位选手 对 今年呢他也是第一次来代表 这个咱们这个杭州队 对 来参加像其甲鸡联赛的这么一个棋手 对 战戒还是很可观的 虽然这盘棋赴给了寻传老师 对 输赢是很正常 但是这盘棋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 然后接下来是 接下来呢黄大师呢走了一个泡尔平寺 这个开局应该说是 马八近七是已经跳了的 对 跳满了 对 刚才我们摆过了 现在黑方是泡尔平寺 就这个变化呢应该目前来说走的 比较少 对 比较少 对 比较少见的一路变化 所以我们这里给大家再摆一摆 这个老式的走法 一般呢黑方呢是走 有马二进一 对 马二进一跳边马 这样红方呢一般可能会选择 冰三进一多一些 冰三进一 然后黑方呢再泡尔平寺 这样子呢下成了一个后手呢 是边马五六炮的一个阵型 然后双方也都是正常这个出局 出局 出局 然后这时候呢红方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 有十四进五啊 十六进五啊 帕二进四啊 或者是还有最近走的帕二进一这种走法 对 对 然后所以说呢 这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变化 当然了就是这个的时候呢 除了这个马二进一以外 然后黑方呢还是有走这个足七进一的 这么一个走法 在联赛上呢也是受到大家的喜爱 多次孕育 挺兵 活马 同时控制你的马 对 然后红方呢可能会选择冰七进一 对 然后黑方在帕二平三 就这个棋呢就是下成了后手方呢是 五七炮的一个阵型 对 这棋对攻是蛮激烈的 对 要想对攻起来也是比较复杂 马七进八 因为不跳的话 黑方下一步足三进一就直接突破你的阵型了 然后马七进六 对 攻击红方的中路兵 其实我觉得这个布局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开局 本身呢是飞向局啊 要平稳的啊 一个散手战的阵地战的一个起 现在呢这个中炮布局呢 就马上形成了这个 好像变成了后手中炮 先手屏风马的这么一个架势 就等同于红方呢 多飞了个向三进五的起 大家呢就是看这个 棋谱也好 看我们的节目也好 肯定知道这个中炮 三兵编马五七炮 对屏风马这个一个流行的开局 流行布局 对 这个棋呢就好像红方多飞了一个向 就变成先手屏风马 然后它又另有一番的攻方变化 对 所以说飞向局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种散手战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复杂的这些斗争在里面 它可以不停地去向其他布局演化 对 然后我们来后退一下 看一下实战 对实战呢 这个黄大师选择了炮尔平四的走法 应该也是他有所准备吧 或者说想避开徐老师的一些熟悉的准备 对 这个炮尔平四其实 乍一看啊 就是我凭个炮主动让你红方出局了 但实际上呢 它也是另有意图 然后大家我们往接下来看就明白了 红方鞠九平八出局 对 出局是很正常的 开局是一定要尽快出大子 对 然后黑方呢是走了一个马二进三 就这里呢 我们就能看出黑方呢 他的思路啊 他是想走正马五六炮的这么一个开局 通常来讲正马要比边马更有后劲一些 对 因为他的一旦跳出来的话 他离对方的中心区域 他的控制的点范围会更广 对 对 他这个走法呢 就是这样子也是考验了红方 就是红方这时候的选择性比较多 子重啊 当时我看这个棋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红方到底该这个局面下开局 该怎么选择呢 这可以走冰七进一 一般第一杆会是冰七进一 对 然后还有冰三进一 还有这个炮二进四风居 对 这走法都很多 还有这个像徐老师实战走炮八瓶九 先亮出自己的左车 这种走法 实际上呢 就是当时我们刚才看说的 就是先冰七进一 这是怎么样 就是制住了黑方这个三路马 三路马 可能局八进四 对 也有可能黑方 对 黑方局八进四也可以考 或者足七进一是吧 对 然后这个不好意思后退一下 这个也可以就是 就是你冲冰周马的时候 我可以先局平二出来 就是说我看你的态度 你这个 因为你现在不能封 你封的话 有一个串打 对 这个炮八进四正好不能封 这黑方这个视角炮就 就这个利用了 利用价值就正好有个炮四进五串打 这个红方可能要丢子了 对 所以说我们这里也能看出 这个黑方走这个视角炮的这个意图啊 因为它就是抓住了红方 你这个飞了个像以后 你这个反而这个视角 有这么一个隐患在这里 对 所以说这时候呢 如果你冰七进一的话 我想呢 当时我想啊 这个黄大师也可能先局平二出来 看看红方的态度 当然红方这时候 你也可以走抛二进四 封这个局 对 对 封局 这样子呢 这个没有串打了 不要紧 但黑方可以选择 七二进六 七二进六 对 你这个不能吃 吃的话 拥二瓶四一将 一将把马吃掉 这样白吃你一个事 对 当然红方这个时候啊 这是大家千万注意 千万不能走炮八平九 一队局 对 拥二瓶三一压吧 对 拥二瓶三一压 你正好不能去八进二开上 他正好这个炮 吃脚炮的作用又最大化的发挥出来了 对 又能浸泡打了 所以说我们大家看这个开局 就是双方呢 都是有备而来的 你来我往 每一步都是针锋相对的 对 所以我估计徐老师也是看到了这些变化 然后他选择了 炮八平九 直接回来 对 就是这个局面下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跟情敏朋友们再说说这个棋啊 这个炮二金四是怎么样的 炮二金四呢 黑方可能也很可能这个拘一瓶二再亮出来 对 看你这个态度 因为主要是这个 你这个局把我封住了 我这个局就要出动 对 因为尤其你这个炮 八路炮啊 不能随便轻易地封局 因为总有一个浸泡打 对 所以这个它视角炮 这个布局呢 也是 其实已经比较有趣的一个走法 这个视角炮这个威力啊 是在也含在其中的 对 下棋也是 你不能两个局都被人封住 就要左右 你要总要协调一些 平衡一些 对 你封住我的这左边局呢 我右边局肯定是要出动出来的 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实战 就是这样的一个 走到这个开局的时候 变化 要是冰三进一 就是另外一份攻防变化 冰三进一呢 我们再说一下 冰三进一的话 黑方可能也会 具一平衡出来 主要呢 我们跟大家讲了 这么多这个 冰三进一好 冰七进一也好 或者炮二四四也好 对 这些变化 黑方都会具一平衡 先亮具 对我主要的意图就是想跟大家说 这个我两个局都出动 看你想哪个炮封我局 你这个炮封我局 我这边就有反击 你这个炮二进四封我这个 左局呢 我这个右局 拐二进六就有一个反击 对 所以说 黄大师走这个五六炮的这一个开局呢 也是比较 也是有一定准备的 对 有想法的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棋谱啊 我就在想 说徐老师肯定是想 既然他这有准备呢 我就先明快点 把我自己的大子再走动出来 对 所以他这个实战呢 徐老师 所以黑方既然想出局 那红方就直接 最直接了当的 不让你出局 对 炮了零酒 这样黑方再出去对局就属于对窝局 这个大家也都懂 这个概念就是要吃亏的 对 然后这样子呢 也是看黑方的一个发展 对 所以这 最走到这里呢 我觉得就是 就是散手战 就有这么一个大的特点 就是它有很多种选择 就是你 就下棋的时候 在排兵布阵的时候 就是方向 其实方向挺重要 对 这个时候黑方又面临了选择 我也可以走兵三进一 活动我这个三路马 也可以走足七进一 对 对 或者说我甚至可以居八进六 对 在这个 我记得 在去年 还是去年的联赛上 我记得成明大师 走过这个 就在这个局面 他走过居八进六的走法 居八进六 对 居八进六就直接点进来了 后来我看呢 他们的实战是 红方呢 就是选择了兵七进一 就是你压我这个马 我这个不怕 因为你什么时候 居八瓶七吃我兵的时候 我马七进六挑出去 对 马七进六 或者居二瓶三 看住都行 就是说 这个局面下 可能居八进六 也是一种变化 可以考虑 就是但是 是不是略显 生硬一点呢 我们看一下实战 对 可以回去 对 实战呢 是选择了足三进一 没有 实战它 对 它是先居八进四 掌的一个巡河鞭 对 其实看到这个棋谱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不太理解 因为我跟大家一样嘛 就是我们学棋的时候 都在想 这个红方什么时候 把这个三七兵挺起来啊 黑方啊 再掌个巡河鞭 对 它是有目的性的 对 这样子你什么时候挺兵 我掌鞭呢 能对兵 但是呢 它实战呢 就是红方这个三路兵 七路兵 都没有挺起来的时候 黑方选择了一个巨八进四的走感 对 巨八进四可能就是不想让你把这个巨也封住 对 因为比如说我拱三组 你可能炮二进四又把我封住 那两个巨就都是比较被动的 对 是这样的 而且呢 这个它巨八进四还有一点好处 它是就是看你红方这个三路兵跟七路兵 是不是也不太好挺兵 因为你挺哪个兵 我就跟你对哪个兵 它是看你的态度 对 所以说呢 我觉得黄大师这部棋呢 也是一个比较含蓄的一个走法 飞向局这个开局也是内进很足啊 对 三手棋里面最要功夫的一个棋 对 还是很吃功夫的 对 那现在呢 徐老师是走了 巨八进六过河 对 实战徐老师是走了巨八进六 不过呢 我们这里再跟棋迷分享一下 再分享一盘棋 就是我记得就是去年的个人赛上 然后那个郑维同大师曾经走过这个冰三进一的走法 冰三进一 对 还有今年的那个国手赛上 就是以后呢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国手赛的对局 对 当时呢 郑维同大师呢 是直纤 然后对阵孟臣大师 他当时选择了是冰三进一的一个走法 其实像龚乃个兵呢 很多时候这种布局也没有办法说 孰优孰劣 但只是说每个选手 每个棋手他自己的喜好 或者自己的研究 对 然后 然后他是最足 对 既然你把兵停起来了嘛 我就要跟你对 一般就是吃掉 因为你不吃巨八进四的话 黑风正好顺势局一平二对局 对 然后这就换掉 换掉 然后吃掉 吃掉 这样子的 居八平七 吃掉 然后红方呢 郑维同特大呢 当时选择了是居二平三 保留变化 对 黑方居一进一 然后红方呢 是选择了马三进二 这么一个对局 然后黑方是对掉 对 然后呢 选择了居一平六 对 就是这个棋呢 又是另一番天地了 应该是 对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棋呢 就是跟大家说 红方呢 其实三兵也是一个可好 可以的选择 对 这个棋有很多的 很多的变化 因为还是得给大家 去展开讲一下 因为飞向局 飞向局的变化非常复杂的 对 其实我们给大家讲的也是 简单的一些 比较前线 对 便利 大家也可以特意再来学习 这个五六炮的一个布局 自己可以多多体会一下 那至于实战 这个 徐老师呢 面对这个 黄大师的G八进四 这么一个含蓄的走法 他是怎么选择的呢 让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继续为您讲解 欢迎回来 好的 那我们继续欣赏这盘精彩对聚 然后这个时候呢 徐老师呢 是选择了一个G八进六的走法 对 G八进六就是 针锋相对控制黑方的三路马 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个马被压住的话 会直接牵制住黑方的一个马两个炮 牵制住三个大字 对 其实我觉得徐老师这种走法呢 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战术 意识战术的方法 就是一般这个五六炮的棋 大家一定要注意 被红方 就轻易的这个G八平七一摁住以后 一个G牵制黑方三个子的时候 黑方是比较痛苦的 除非呢 你有一个很好的手段 比如说这种棋 黑方就把G长起来呀 以后炮四退一 尽快把这个G赶走 驱赶 对 因为这个G 一个G牵制三个大字的时候呢 还是说红方有一定的优势的 对 而实战呢 实战组三进一之后 红方是先对了一个G 对 当时徐老师也没有急于G八进七压马 他当时可能想压上马以后 黑方可能G平二出G了 对 所以这时候呢再对G 这是声东西击呀 然后黑方呢 黑方呢 其实也可对也可不对 如果要是走开的话 可能以后G二进六再点进来 就如果躲开 会不会G二进六或者G二进八 他这个三路线 七路线 黑方的七路线 红方的三路线 对 也会有他的一定压力 对 可能是就是躲居以后 你不仅浪费了部数 而且这个 那个主要黑方的这个 右马 右居出来的也很慢 所以黑方当时也是选择了对G 直接对掉 也是一个可行的走法 然后在这里呢 黑方呢 继续走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 因为联赛嘛 就是每方是二十分钟 每步骑才加五秒 在这个赛制下 对 还是比较考验棋手的反应 大局观 整个的战术 对 对 比较考验棋手的综合实力 尤其这个黄学千 他是香港的棋手嘛 以往呢 都下的是慢棋 对 那这次呢 下的是这个快棋 而且又是这种高规格的 高质量的这么一个比赛 而且他的对手还是徐琴川老师 对 压力还是蛮大的 所以这时候呢 他走了一步 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走法 他这时候选择了一个足七进一 两头蛇的一个阵势 他不着急出动自己的右车 而是先把自己的双马给走活 就不管你的马怎么跳 我的马是都活了 对 当时呢 我还在想 我说这个赶紧居一进一长起来 把这个居调过来 红方这个右翼不是很空虚吗 是不是啊 子忠 对 这样是一路变换 对 这样的话红方 应该会怎么选呢 红方是不是也可以考试 G8平路这个桌下炮 对 G8平路桌炮是一步好棋 对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啊 大家也看看这个棋 桌这个炮 如果你就是补一手势的话 你这个G就调动不了左翼了 比如说你补一手势 红方冰三进一 输入服服拱冰之后再活马 对 红方的G要比黑方G好 对 你炮四推一的话 我这又压一下马 这个子儿都很局促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G1平四这么开上 好像也挺累啊 位置也怪 也是冰三进一 也冰三进一这个挺起来了 所以说呢 实战这个黄学谦啊 他这个没有选择 G1进一的走法 还是比较老练的 这时候先冰七进一 就先看你红方的态度 你是准备G8平七也好 马二进四也好 我这个右入居呢 是见机行驶 对 徐老师马二进四 对 也是先出动大子 然后这个时候呢 黄大师选择了 G1进一的走法 G1进一 红方是冰七进一 冰七进一 这又是一个战术手段 就是一个先气后取的走法 对 然后黑方也只能足三进一 然后压住 G8平七 再把这个足反吃回来 对 其实这个就像子中 我觉得就是下象棋啊 这个散手棋 尤其是这个对付飞象 就中炮这一个变化 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我这个两个象是连不起来的 是 两个象的连结会有一些问题 对 这个很尴尬 我这个 这个三个子被你压住了 尤其是 你G7都要吃冰以后 我这个三路马上来 这个底下还有这个隐患 对 所以我想这个黄大师 跟我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他这个时候呢 就先上三进一 飞了个边向 就是说你如果G7推二 把我冰吃掉 我这个马三进四就 对 能放心地跳出来了 之后在G1平6抓 抓马 然后有可能在掌局队 或者踩中兵 对 这应该是黄大师的一个战术设想 对 而且呢 就是我们看这个棋 黑方的这个子力都比较活跃啊 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对 所以说他这个实战这个飞个边向 他想的是 红方应该会给他吃掉 对 就是但是这个棋 后来我们摆的啊 就黑方是不是有一个 G1平6这么一个走法呢 也是跟大家来分享 来这个讲一解一下 就G1平6 如果红方呢 还是按实战马四进二 这么跳上来的话 我再G6平8再捉一下马 就看这个徐老师啊 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子力的定位 对 然后如果徐老师还是按实战 就是走马二进四这么跳上来 他可以G8进 这个捉一下炮 先手捉一下炮 对 然后如果你炮一退一退一步的话 因为这时候马不要轻易跳 轻易跳完以后是先中后 你跳完以后 黑方G比如说躲一步 这个马跳出去就冰 还吃着你的猪 然后人家先手把你吃掉 你来看一下 炮一退一的话 就可以再捉一下 对 你再炮一 就先脱离显地 对 然后这时候可以向七进九 飞个边向 对 对 飞个边向 这样子呢 这样子呢 就是这个 你这个马四进三 这个点就没有了 然后以后我G8平6 还可以捉你马 这个马还是比较尴尬 对 对 我当时也是想 这个我们为他们这么设想一下 但是实战呢 就是 我们看一下 实战没有什么下 对 他拙的话 他这个如果马四进六啊 这正好登兵 这也是个先手 对 这时候呢 黑方是否有一个炮四进四 炮五进四打僵的一个走法 对 先打僵 先打僵 这时候你肯定是 14进五 不好 太空了 这个G6平8总是有骚扰 如果16进五呢 我这有一个炮四进四 对 强行的一个走法 进四按马 这时候 你这肯定要吃马 如果你吃掉 就G3平1 对 当然了 红方这时候肯定不能G7平3 再吃马 再吃马 这G3平1拱马 又把这个马拱死了 这个马是被拱死的 那红方没有什么便宜 对 如果红方回马的话 黑方这时候可以 炮四平7 再打兵 你可能拦住 对 是一个杀棋 拦住在过去抓马 黑方 红方炮一平三 或者是什么 其他的一套变化 就黑方还是可战的 黑方这时候可以足三平四 先拱一步嘛 对 就是说黑方 虽然气了一个子 但是我这个整体来讲 我这个过河兵 也是很有威力的 当然我们这是赛后 这个经过了很 很长时间这个摆 拆解 所以说呢 也觉得这个 也是一个比较冒风险的走法 在这里呢 摆给大家呢 也是让大家来借鉴一下 有一个新的思路 对 应该是 双方呢 是各有顾忌的一个走法 当然也是黑方 如果实战这么走 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实战 黑方是非边向 对 非边向 红方是吃掉 对 这个时候感觉 黑方可能直接把森林斯 跳出来也还可以 对 跳出来 就是黑方当时 居住 红方跳 对 我觉得 他这个桌 肯定是想要看 红方这个子力定位 对 然后又桌了一首 我觉得这一桌 应该是 没有想到 红方可以 马尔金斯 这么直接跳出来 对 想的是你回来 这样我居先亮出来了 对 然后再跳出来 这个想法跟我们一样 我们大家下棋的时候 好像就是 就是一个马尔金斯 能跳这个点 还是 我觉得徐老师还是 也是经过 这个缜密的计算 对 计高一筹 这个马尔金斯 他正好 你这个居别中了 你一个边向的向眼 正好马四进三 你是很难阻挡 即使你居八进三 看住 我还可以兵三进一 对兵 总之我这个思路 马是非常活的 所以红方的 这个一个战术 马尔金斯 对 是黑方这个 始料未及的一个走法 这一步肯定是 出乎意料的 对 然后黑方 补士就是你不能先踩 对 就是补士先 稳步中路 先踩之后 可以进居抓炮 然后再把象吃掉 对 那现在呢 红方就是直接踩掉了 对 踩兵 然后黑方 转局抓 对 这个一看就是 这个三路马也不怕丢啊 对 徐老师这个算度深远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对决 黑方 飞边向 对 飞边向 这个 不好意思啊 大家 这个锁平了 向七进九 对 然后炮九平八 这一步棋是关子 对 大家来看啊 这步棋 炮九平八 这是一个妙手 这个徐老师也经过了算度 这个一看 这个马我不要了 我 你这边 寻求 红方左侧的一路攻势 对 这个准备 这个底线 这个攻势 黑方正好也不能 马斯特三回来 马斯特三有一个炮八进五 对 有个炮八进五 这是个巧招 你打了我 我一将吃你的马 对 这个没办法 不理的话我打你 所以黑方呢 这个当时呢 实战也就向九星期把马飞了 可能这个鸡 走到炮四平二 走到炮四平二 对 炮四平二 然后马跳尖 可能这个鸡 试四平五 可能稍微要顽强一点 顽强一点 但是红方 这个有一个炮八进三 对 这个你这个 一串 这则吃不掉 吃不掉呢 这样子民场 这种快骑 肯定也就 对 直接就蒙掉了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这个炮四平二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走法 接下来的话 就是红方的 一套组合拳系列打击 对 大家来看个欣赏一下 红方先弃一个字 然后呢 这里再继续将军 这个要落相 没办法 只能落相了呀 落相吃掉 吃相 这棋太痛苦了 这个抽子啊 这拦不住了呀 对 所以黑方就赶紧 马六七蹬一脚吧 然后红方 这也是再打出来 对 如果不理的话 再打到边就是要杀了 对 打边兵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在时间呀 压力的双重 这个压力下 它走了一个G8退役 这一步棋 其实让红方直接一打将 这个就要结束 但是大家来看 这个局面已经不太好 这个 就是来不太好 这个缓解了 这个这边压力太大 就没办法 像这样子的话呢 就只能吃掉了 不吃掉的话 躲炮或者捕食 都直接僵死了 对 僵死鞠一躲 这时候正好一个抽鞠 这个徐老师 走到这里呢 应该是一个盛世的一个局面 对 走到这里给大家 分析一下这个盘面 你看 虽然大字来讲一样 但是红方 尽多三个兵 加一个项 而且本身G 这个时候的价值 是要大于两个字的 时间紧张 我们给大家 这个简单摆一下 后面的一个变化 这里红方跳马 然后黑方跳马 准备有个反击 红方退马 黑方马二进四 这个大家欣赏一下 对 如何老练的 把优势转到盛世 然后黑方再退马 红方找一个马四进五 黑方没办法了 只能炮六进一 然后红方G五平一吃掉 吃掉 到这个时候 然后炮六平五 然后马五退气 马五退气 到这个时候 黑方就投资人负了 对 这个盘面确实也没有可反抗的 物质损失太多了 虽然输了 但是一盘精彩的对击 对 所以这盘 徐老师先生 黄学谦大师的对击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还是很精彩的 对 好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